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一份不同的创业历程 有些人的创业历程是精心的 有些人的创业历程是幸运的 那么到底创业历程是怎么样呢 下面有请刘伟伟为我们带来他的创业历程 大家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的刘伟文 为什么不说智隆风的外门呢 因为我现在是代表我自己 我是讲的是我自己的创业历程 07年 因为HTC 我进入了这一行业 加入了维修行业 为什么要加入维修行业呢 因为那时候我在玩 玩的就是玩HTC的手机 那时候我在论坛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那时候很少人维修这个HTC的手机 所以我加入了 然后经过了08年 然后在外面的一些打滚 然后09年我和四家的成东 我们建立了四家维修工作室 广州四家维修工作室 就是专修HTC的 那时候没有图子 我们只能靠好的主板和空板来画图 这样子来修HTC 说真的是很辛苦 没有现在说这么多 这么多图子 现在HTC的图子应该都很少人拿到在手 是吧 应该是吧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修的 我们就为了自主的爱好 这样修 但是10年的7月份 因为家庭的原因 我家里 我家里只有 我是独生子女 我爸妈只有我一个 我只能回去照顾我爸妈 所以我选择了回去 回到回去我 我成长的地方花肚 然后10年的7月份 智能风开业了 7月15号开业了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了 因为HTC也是那一天 进入了中国市场 虽然 不是很闲脸的一个小店 十平方 在一个街 在一个街巷里面 但是我没有放弃过 因为我很爱修手机 就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巷子里面 十平方 到了 11年 我和 我的第一个拍档 拍办了 我们第二间 这里有30个平方 但是 这里是 最旺的地段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分店 然后铜链 这个是装修的过程 这是我们电内的展示 到了铜链 第一年的铜链 链链 然后我们 那时候比如说 因为 因为HTC的过 过 它的发展的问题 然后我们转转型做iPhone了 就修iPhone和卖iPhone 这个是我们第三 第三家店 但是 路不是很顺 没有人说路很顺的 这个这个店 亏钱了 我们亏了很多 到了14年 我们选择了 我们选择了 把力量 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店 我们搬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店 应该有80个平方左右 这个是我们最近期的一个店 不过 我们 15年的12月我们都搬了 我们搬了一个400个平方的一个店 下面下面是80个方 上面是300多个方 因为15年很多同行都要求我们开班 然后我 我和我几个拍档创办了 智隆峰民修学院 我们 我们至今这几个月已经有100多余的学员 现在在在学的有40多人 这是我们二楼校内的环境 这是我们十超市 我说了这些不是说 在为了展示 我有多厉害或什么 现在这个维修行业 大家都说很苦 谁不苦 谁都苦 但是我们只要坚持 我相信 谁都可以这样子 谢谢